就国团海端香团委会结合关山慈激医院海端香卫生所 在母亲节前夕举办了庆祝活动 邀请到海端香日照中心的婆婆妈妈们来参加 同时安排了小学生及护理人员充当一日孝子 帮妈妈们敷面膜还有按摩 以及趣味十足的用奶瓶装饮料来吸塵 让这些年过半半的长辈们能够烦恼还童 有见于长辈的事故发生率过高 关山警察分局持续在重谷地区实施安全宣导 分局长蔡耀顺更在母亲节前夕 带领着同任来到社区开始轮番实施交通安全 以及反诈骗宣导 三级农品它可能一级加二级 二级加三级三级加三级 所以这种危险性更大 交通安全有你正好 除了以拿着暴闪灯大声的呼喊口号 除了宣导之外 关山分局更分送每位长辈一台暴闪灯 以及反光拍拍圈 并呼吁长者在出外时 一定要待在身边增加辨识度 来避免意外事故的发生 目前我们社区治安会议宣导的重点 在防止老人发生事故 因为老人家年纪大 反应比较没那么快 而且衣着上都比较没有那么鲜艳 容易造成事故 那我们分局长也特地发送了这个腰配式的警示灯以及拍拍圈 来让老人家在出门运动的时候 或晨起运动时可以配挂 来警示其他的驾驶 在此我们也加强宣导 让我们老人家出门的时候 希望能够穿着鲜艳的衣服 或者是有反光效果的衣服 以提升安全 官站警察分局希望透过每次的社区治安宣导 来扩大实施 来增加反毒反诈骗 以及交通安全的成效 并与民众建立友善联络网 更透过护老专案 来增加高岭长辈在生活上的安全 让众谷地区能够变得更加祥和平安 记者参赞 观看正报道